常常喝手摇杯等寒糖饮料 不但容易引发肥胖慢性病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毛发的生长 国安有研究团队 把有落发跟没有落发的男性受试者 来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有掉头发问题的男性 平均每周喝下了4.3公升的寒糖饮料 医生也认为摄取过多的糖分 会影响到头皮的健康还有营养 最后都有可能会导致落发 蛋糕冰淇淋手摇饮满满整桌甜食摆在眼前 怎么抗拒得了 但医生要大家先冷静 甜食吃多了恐怕会有掉发危机 掉发这我还不知道 这我不清楚 我有听过就是说像掉头发或者是那个 就是叫什么啊 抗老就不吃糖这样子 点开Google搜寻趋势 也显示过去一年来 搜寻雄信图比例最高城市 就位在美食之都 台南市不禁让人联想落发是否也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因为根据国外营养学期刊找了1028位年轻男性进行市场调查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受试者都有雄信图问题 虽然造成雄信图的原因非常多 但这一篇研究里最重要的发现在于跟没有雄信图问题的民众相比 有雄信图的参与者在平常的饮食摄取了更多高油高糖分的食物 而且每周平均还喝了4.3公升的含糖饮料 相当于六大杯的首摇饮 不管有没有这样的基因 那你的饮食不均衡或是说你糖分测取过多的话 还是会影响你的头皮啊毛囊跟头发的健康 真的别低估了因失习惯对顶上毛发带来的影响 接台北众号报道 太绝勒了 太绝了